卓妍未来掌握新机会 大家早安 欢迎收看客新闻 我是婉伦 美债值利率攀升 两岸疫情再爆发 上海实施 分区封城 台股大盛荡 捐救车用晶片市场供应吃紧 唯控制器族群供应紧张 MCU的相关个股 可以参考这一支影片 近零碳排 成全球新居士 各大企业是纷纷响应 加入RE100 并将节能自动化 视为未来营运的两大课题 带动电源管理IC 自动化生产讯后链 与通讯IC 再到汽车电子化 甚至是电动车 到处可见到类比IC的踪迹 法人看好 通家 贸达及智新 等类比IC厂在订单 都能强劲效应下 全年的营运渴望持续冲高 更多资讯都在财经及时通 以及客新闻 我是婉伦 祝福大家投资顺利 我们下回再会 拜拜